近期 频频受到互联网金融冲击的传统金融行业的改革成为两会热议话题 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4号答记者问时就表示 不会取缔余额宝等金融产品 这令外界普遍看好未来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与此同时 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两会期间表示 未来人民币的双向波动将会成为常态 在工作报告中 李克强也表示 今年重点工作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 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 同时 也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大家好 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非杀勿扰》 我是王静贤 我是徐昂 节目时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师廖勤博士 廖博士 再次欢迎您 廖博士 刚刚在第一part的时候您也有谈到 除了这个有企之外 其实这个银行的改革也是首当其冲的 那这个我们也看到呢 其实有很多央企国企都是在香港上市的 那如果这个股权架构发生改动的话 对于整个香港金融市场 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就看市场投资者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长期来看肯定是应该是利好的 是因为你这个引入民间投资者股权多元化以后 那么这个大型的国企呢 它才能够逐渐的向国际化的大企业 现代化的大企业来推进 那么首先它就是说它这个治理结构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治理结构得到改善以后 那么现代化企业制度的推行就应该来讲就会更顺利的多 所以长期来讲就是说是应该是利好的 但是短期来讲当然就是说就刚才讲的 就是说可能有的人他认为这个企业 如果一下子就是说这个安全感是不是像以前 有没有以前那么安全 因为你国有不垄断以后 是不是政府的支持会少一点 这个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就想问问您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危险 就是说如果是民营资本进入以后 会不会有危险就导致这些像国企的资本就流出了呢 这个就是这样了 就是说这个国有企业你引入民营资本 那么从股权结构上来讲 它当然就是政府的成本 或者国有的成本就少了 完了那个民营的成本多了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这个对这个企业来讲 可能逐渐逐渐的它就成为股份制企业 或者成为一个有限公司 就是像其他大企业一样 那么这样的话我就说可能从政府的支持角度来讲 也会应该也会越来越弱 是你看到说到这个银行业近期呢 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压力 比如说像这个互联网金融近期呢 也是它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像阿里巴巴的余额宝 像这个腾讯的这个微信理财等等 对传统银行业来讲的话 好像冲击还蛮大的 您是怎么看这种互联网金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对这个互联网金融呢 我实际上前段也做了一点研究 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在中国来讲 是一个非常新兴的 非常成长快的一个产业 应该在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那么当然就是说互联网金融 等于互联网企业 它利用互联网的技术 利用互联网的平台 利用互联网的文化 来做金融业务 那当然就是说你也做金融业务 我们银行来讲 传统银行来讲 我做了就被你分走了一部分 对不对 对于银行来讲就是有个挑战 但这种挑战我觉得 对于这个银行来讲 长期来讲也是有利的 就是逼着你银行的话 第一个你也要改革 你不要以为我好像银行都是垄断的 别人都做不了就我来做 你这存款必须放我这地方 你必须要改革 第二个来讲就是说 因为互联网 这个是对很多产业都是一个方向 那么也有利于你的银行 就迅速的就是说 从你的经营方式就跳到一个最前端 就是利用互联网来做事情 你没这个压力的话 你可能你还不会进展这么快 但没有压力 现在互联网每个银行也都有网上银行 有压力才有动力 但是你压力来了以后 它这个就是因为互联网金融 跟网上银行还不完全一样 它比那个要更跳的前端 这样的话就等于我们国家的银行 不管体制上受到压力 从技术上它也受到压力 那么也可能就跳到一个最先进的一种 互联网金融的这种方式 那廖博士您说呢 您对这个互联网金融是有研究 那您自己有没有买 类似的这样的网上的产品呢 这个我就没有买 因为这主要是国内的 对不对 我们买不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可以买得了的话 您会不会去买 买的话应该来讲 网上银行是一直在用 对吧 目前网上银行一直在用 只不过像余额宝 这些支付宝这些呢 因为我们现在香港也进入不了 目前还没买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肯定是 为什么发展这么快 肯定是很受欢迎 对不对 你想想看国内的银行的核心存款 零点几的利率 对不对 那我拿个余额宝 现在听说降到6了 降到6也很高 钱到7、8、8、9了 对吧 完了以后我这个钱 还可以放在准备买东西 它TDR0嘛 对不对 随时可以收回 随时可以拿 随时可以买东西 完了我不买了 放了它就跟我自己涨利息 这当然是应该是很吸引的 那像传统的银行 应该也是有很大的危机感 尤其是在这个收益率方面的话 它也是很有压迫感 对 这个肯定是有压迫感 比如说存款 你看看银行的指标 别的贷款什么都存得很快 唯独存款它降低了 存款降低很大一部分 我想就是余额宝 这些网上银行 把它给分流走了 那对银行压力非常大 是 那中国央行的这个行长周小川 他也谈到说 不会取缔余额宝 那您觉得 这是不是变相地承认了 像余额宝这种互联网金融产品 他们的一个合法性 这个不会取缔 我想应该是不会取缔了 合法性的问题 实际上它从来也不是违法的 因为咱们国家就在这方面 做到空白 空白 你没说不能做 我当然可以做了 做了以后也就默认你了 但现在你越做越道 也有些不规范的 比如说P2P的话 已经很多倒闭了 那这倒闭的话 因为是金融性的倒闭 对社会稳定的 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是需要有监管的 那么目前来讲 P2P是有监管的 因为它有个牌照的问题 但像余额宝这样的 基本上也没什么监管 那么我想以后的话 为了让这个行业 能更健康的发展 应该会有所监管 但是这种监管 就像周老师说的 不会取地 这种监管就会 一下子不会太严的 你太严就恶杀掉了 监管上会不会有 什么样的难度出现 监管难度就是说 你这个力度的问题 就是你想监管它 你不要一开始 你就监管一下子 就非常严格 完了以后 把这个新生的产业 就恶杀了 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监管的失误了 当然可能你如果说 你这个力度太轻的 又没有作用 对不对 就是怎么掌握这个力度 这个分测 因为这个事情 不但是在全世界 也都是新生事物 包括美国的话 有所监管 但监管也不是那么成熟 其他的国家 可能还没怎么出现 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完全一个新生的 我可以讲就是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 虽然是发展 只有几年的时间 实际上比美国发展还快 就有可能互联网金融 在中国就成为一个 引领全球互联网金融 发展的一个状况